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弹上去20% 这里碰到弹上去 假设到这里好了 这里也20% 23% 然后有时候会跌破 然后跌破它一般我看我记得好像都跌15%左右 所以10%啊15% 然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的 比如说这里跌破也是15% 反正我想说的就是这边我发现有一个支撑 所以如果要再做波段的 当然风险控制好的情况下可以去 如果里面有指标的话 可以点开一个这21EMA 这就是12小时的21的 就是平均21的一个值 就是我不太知道怎么解释 只是这个就是 就每21个12个小时 它就会算出一个平均的价钱 就是每21个12小时平均价 然后这就会跟着走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21的SMA的意思 这样子 然后这边形成一个支撑 然后我个人的话 就知道我的策略 因为我现货的话 我觉得就买就好了 只是我现货都已经拉满了 都已经买满了 所以我现在想要做的是一些杠杆 所以杠杆的话 我是希望 当然碰到这里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那个风险跟收益的比例还可以 其实我不会用重仓的去做这个多单之类的 可能就小仓嘛 就吃一口吃一口这样子 如果自己个人要做的话 然后如果想要重仓的话 我会等它跌破这一根 所以它如果这边接下来跌破了下来了 然后在某个地方 刚好这边有一个pivot 说不定在31,000左右这里去买 或者是甚至跌更低 有可能下来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杠杆不要拉得太高 然后价钱我不想讲太多今天 因为我待会有一些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 我在注意的就是这个GRT 因为我的Maker最近暴涨了 Maker 我都找不到了 太多币了 这Maker我翻倍了 所以我把本金套出来了 MakerDAO 然后我现在有一笔本金 有一发子弹吧 我可以这样想 有一发子弹 我想要喷进去 也是一个山寨币 然后就是这个GRT 我认为这长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就在等 它现在是跌破这个pivot 然后 因为这个币比较新 所以它其实这个价钱历史 这个技术级别不一定有太大的意义 不一定会被尊重或者遵守 只是目前看来是跌破了pivot 它上去了又下来 上去了又下来就越来越低 然后这次如果pivot变成阻力的话 可能会跌破这个底 目前这里有一个底 大概在.28 会跌破这个底 然后我第一次在朋友圈跟大家提到GRT的时候 那时候在Uniswap 刚公告说OKX火币币安全部都同时上线GRT 然后那时候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大概在0.16的价位 大概在这里 那时候其实我买的话现在就很舒服了 只是现在我知道它会冲上去 然后又跌下来 只是我不知道它会一上平台 然后这里已经是高 然后就开始跌 这个我没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我就等它上去 我没有去追高 当然追的话也是可以 只是现在就等它一路下来 然后下来的话我等它找一个底 我自己个人我是挂了一个单在哪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只是这个单可能有点乐观 我虽然这边我设了一个alarm 就是它如果经过了这里的话 它会 我电脑会叫 它会跟我说可能要准备来看要不要入场 只是我挂单我挂在这里 虽然我说那个技术级别可能没有太大意义 我没有挂在这里 这里是点09 我觉得不一定会到这个价位 我挂了大概在点11这里 只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接不到这个单 因为这个项目是蛮好的 而且他们私募 从私募到现在才翻了大概10倍 10倍其实没有很多 大家可能觉得10倍很多 只是你们要知道 然后10倍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些私募的人都已经翻10倍了 然后这个价钱可能也涨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前期的一个项目 然后以太坊 你想如果你用这个同样的逻辑 以太坊它私募的时候到现在是翻了100万倍 所以10倍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你的投资周期够长的话 其实是还不错的 只是我贪心 所以我想要等它叠下来一点 我可以多买到一些 我可以 我是要买大概2000块美金嘛 然后我想要尽量这2000块美金可以买到多一些 所以我才在等这个东西 当然等的话也有可能错过嘛 这是一个风险 我愿意承担 我就可以等 然后我想要 我插个广告 就是我用的所有工具啊 我的交易平台什么的 我都在下面有我的那个推荐朋友的连接 如果你们支持我频道的话 欢迎用下面的视频详情里面的连接去注册一些这个 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些理财的 有一些 就比特币可以赚利息 USDC可以赚利息的一些产品 这只限于美国人目前 然后有一些交易平台 像币安的话 里面也有赚利息的产品 USDT也有赚利息 可以加矿池 然后可以交易 这样子 反正硬件钱包啊 等等的 所有的 如果你们刚入加密货币市场 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下面都有连接 好 然后我想要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 昨天有一个人评论在BillyBilly上面 他说现在价钱 今天1月10号了 价钱4万块了 可不可以入场 然后这时候其实我有点被典型 我之前有做一个关于风险控制的 因为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人的策略都不一样 每个人要怎么入场都不一样 然后我有发现就是 看这个视频的观众不是每个都非常的 我不知道这中文怎么讲 financially literate 就是不懂这个经济 然后这个钱是怎么运转 然后也不太懂怎么去看这个波动 就比如说把全部的钱投进来 也不知道怎么去控制风险 我一开始默认可能大家都知道 只是这是我跟我弟聊过天以后 因为他没有接触这种大的波动 或者钱的波动 所以他也没有概念 然后我是因为我打了10年的高额的扑克 所以我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习惯 我控制这些风险 我都很知道怎么去控制 这样子 只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子接触 然后甚至有一个还蛮可爱的 他问我 比特币 他看了硬件钱包的视频 然后他说 如果把这个比特币转到我硬件 硬件钱包的话 那我这个比特币的价钱 还会跟着大家的比特币一起涨吗 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所以我想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 来介绍比特币给大家 不是从投资回报 风险控制这个角度来介绍给大家 然后我还有发现的一点就是 绝大部分的频道就是带大家去做杠杆 去做leverage trading 想要去赚钱 然后牛市一来 就每个人都变专家 都来炒这个币的 因为牛市 其实每个人都会赚钱的 所以 当然我也没有说不支持他们 我也很鼓励他们去做他们的事情 然后想要去做杠杆的 可以去跟他们学 去跟他们做 只是 然后他们也需要赚钱 也需要吃饭 所以我没有说 反对他们 只是我觉得这个空间里面 比较少有专门是为了 真正的在推广比特币 让大家知道 比特币其实是在救很多人的生命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 专门做一集视频 是在讲这方面的故事 让大家了解比特币 出了价钱的另外一面 然后通过 我想要达到 就是通过分享比特币的另外一面 让大家就比较不会专注 那么多在价钱的浮动 然后可以帮助大家 比较抓稳他的币 因为我是认为 长期会往上冲的 只是 因为他设计的关系 他长期会往上冲 只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思路 去考虑这个比特币 这个东西 然后我原本想说 就是我原本之前提过 就是说 如果你dollar cost average 入场就是均价 每日或者每个月 每个礼拜定期定投入场 你就把它当 当做一个消费 比如说每个月要买食物 买东西 当一个消费 只是这个 这个消费就可能 有的人消费没那么大 所以就比较难去 去把它看成一个消费 所以我今天分享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前几天看一个podcast 我看几个人 他们在一个group meeting 在一个群体的一个交流嘛 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黑人 非洲的 然后他们就说 介绍这个黑人是怎么入场比特币的 然后他第一次听说比特币 是他在上学的时候 他朋友介绍给他的 他9岁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传统的媒体 或者互联网的这些媒体社交软件 他们一定会说 这个非洲的一个9岁的一个天才 9岁就知道要投比特币 然后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爆爆爆的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是主流媒体去扭曲的这个故事 为了去得到更多的收视率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个非洲的小孩 他住在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国家 腐败的政府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们那边的货币贬值 和物价通胀是非常夸张的 就是他说他们去一个餐厅 买吃饭的时候 他们上面的菜单都是用 比如说那种可以擦掉的那种笔 写在白板上 或者是用贴纸贴那个价钱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下个礼拜这个价钱就要涨 然后再下个礼拜又要涨 所以他们不可能每次都重新印 为了节省这个成本 他们就那种可以一直改价钱的菜单 所以在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然后包括我相信绝大部分看我这视频的可能也很幸运 可能有一些是在经历这种过程的 就是物价通胀非常快 然后自己赚钱都赶不过来 然后我听了就其实蛮感动的嘛 就觉得蛮可怜的 然后他为什么会投资比特币 因为他必须他不是投资比特币 是因为他不可能去持有他们政府的法币 他说他们政府的法币是突然银行就冻结 然后价钱突然你的消费能力就被砍半 或者是就通胀非常快 就把那个每个人购买能力都降到没有了 然后如果你不是政府官员 或者是附近的一些人 或者就跟政府有关系的 可以直接收到这个政府印出来的钞票的 那么就都很惨 就是他们的购买能力都一直被下降 被压住在那个底下 没办法呼吸 然后所以说我前几天发一个朋友圈 说比特币是一个革命嘛 我原本入了比特币是为了盈利 因为这个是投资汇报是会盈利的 只是我最后留下来是为了这个革命 然后有人评论说革命是需要出人命的 需要出血的 确实有在出血 只不过在我们这种比较幸福的国家 我们看不到而已 在非洲有小孩子有家庭在饿死 这就是在出血 然后在美国其实现在就在发生 像前几天的capital hill 美国政府有人闯进去 一堆人闯进去 其实也是在出血 也有人送上人命的 所以这些其实都在我们眼前发生 虽然不是我出血 只是是有血 有blood being spilled on the streets 有人在死 有人在那个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我想要讲的重点就是 在埃及啊在非洲 在南美洲 有非常多孩子和家庭 他们是必须需要比特币的 像我看那个会议里面 还有一个是维内瑞拉的 他们也是货币通胀的 非常厉害 然后他就是认识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接触了比特币 然后比特币就是拯救了他的生命 因为他保住了他的购买能力 然后其他都通胀掉了 然后他身边的朋友 家人也会得到帮助 因为他接触了比特币 大家会看到他可以 他没有饿死 然后他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然后他就通过他 他的家人就会 就会等于是被拯救了 然后他的家人 又会外面又会有一圈人被拯救 这就是一个互联网效应 然后像我刚才说 那个非洲小孩 他现在是在非洲开了一个交易平台 然后就专门帮他的国家的人 可以买比特币 他提供一个这个平台 提供这个liquidity 让他们可以去交易比特币 然后他们现在扩张他们的operation 到Ghana 到下一个非洲的国家 虽然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好像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他是在拯救生命的 所以就说到了投资这个角度 我说我想要介绍给大家另外一个角度 看这件事情 就不是投资回报什么的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 帮助大家可以定期定投的话 是可以这样子想 我们可以想说我们买比特币 我们拿这个政府发的法币去买比特币 我们也是我们辛苦赚来的 我知道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赚钱 可以保值 只是我认为长期来说一定会保值的 因为长期比特币就是这样设置的 当然风险怎么控制 大家自己去控制好就好了 我有出一个风险控制的视频 强力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在我的频道里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想 就是说你可以定期定投 我之前说不是说消费吗 可以把这个想为一个消费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想为一个慈善捐款 因为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定期定投 比特币的话 我们去长期持有 我们不去卖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如果长期持有的话 因为比特币是限量的关系 价钱会被我们推上去 虽然我们推的可能就是一点点 一两毛一两分 只是我们在付出我们的部分 我们在帮助非洲这些小孩 因为他们这些小孩 如果已经接触到比特币的 他们就会我们会等于是有一个手 把他从他的那个很腐败的状态给拉出来了 比如说他买比特币的时候价值一万块 然后他就他那时候就疯狂的买 因为他的政府的钱保不了值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定期定投这样子 等于是把价钱推上去 推上去的时候他已经买好这个比特币 他就被拉出来了 然后他就有办法去帮助他身边其他的人 他可以去开交易平台 他自己也不会饿死 这样子 我可以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去想 然后当然就是中间里面 肯定有夹一些什么机构啊 基金啊 然后有一些犯毒的犯罪的 全部都在里面 我们也会把它推起来 只是总体来说 我们还是在拯救一些生命吧 至少可以帮助到一些人 我们就不要想去 不要去想有没有帮助到其他人 创造财富啊什么的 只是至少真正需要的那些人 也有被帮助到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想 把这个定期定投 不要想成一个消费 也不要想成一个投资 也不要管这个价钱 就把它想成一个是慈善 然后一旦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想说 我这个钱是去帮人家的 所以你就不会去要求一个回报 比较不会去想的要求一个回报 就想说这个钱没了 那么比特币跌下去的时候 被这些大桩操作 如果跌下去有大跌幅的时候 你也可以抓得很稳 你也不会想要卖掉 因为你就是在帮非洲这些小孩 那自然而然的 因为长期比特币设计的 就是会上涨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所以你也会被 你也会得到 你的购买能力也会被保住 虽然你可能比如说 最近买到了一个顶 然后回拉了 只是你就不要卖 你就拿着就好了 然后这样子会间接的 其实也不是间接 是直接的帮助到 非洲这些小孩子 像我看的Elon Musk 他现在是首富嘛 他有发了一个tweet 说他怎么样把这个 他想要把这个钱 去可以帮助到人 只是现在是 现在的社会是怎么设计的 就是我拿到这个钱 我去捐款 捐给一个机构 然后这个机构 他可能有员工啊 有很多人啊 有一个一栋楼 然后你还要付租金啊 租金政府 又要抽掉多少税啊 等等的 所以这个比如说有100万 Elon Musk 如果给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 先要顾活他们这些员工 顾活这个政府 当地政府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机构 整个是做黑的 直接把这个钱就洗一洗吞了 也有这种来逃税的机构 所以Elon Musk 说他很难把 比如说把100万去真正的捐给需要的人 然后这个机构 比如说我们说某某机构好了 然后这个机构 可能他下面又有另外一个机构 比如说他专门是帮非洲小孩的 然后这个钱就 就这边吸完了以后 在剩下的再给这个非洲的机构 然后非洲机构 可能到非洲 可能有腐败的政府 直接就把这个摊掉了 或者 非洲那边机构 他们也有员工啊 也有楼啊 也有那个 那个机构的一些设施 他们有些开销 又会再扣掉一些钱 然后真正到最后到了这些 需要帮助的小孩里 手里其实 已经都被抽掉好多税 好多开销了 所以最后 就是效率很低嘛 所以我认为买比特币是一个 最很直接的一个办法 去帮助这些 这些人 然后 请大家在评论里面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比特币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啊 或者我分享这一段 你们会不会对投资 或者比特币有另外一种看法 当然我知道有人只是纯粹来赚钱的 这也没什么错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 每个人都有家庭嘛 或者要养活自己嘛 所以赚钱也不是什么问题 也不是有什么 不是什么坏事 然后我推荐大家就是 像我刚才说 我们想办法预测这个比特币的 这根针差到哪里啊 然后想办法去炒个底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 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风险控制吧 比如说你就有一大笔资金 你真的要投资的资金 你分出来 这专门是用来想办法炒底 想办法赚钱的 只是可能有另外一个5% 或者1%也好 就是定期定投的 稳定每天 每个礼拜或每个月 纯粹就是一个慈善 去想办法帮助这些非洲的小孩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去想 这样可以做到 你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现货的仓位 然后你有一些短期的操作 也可以想办法赚一些钱 如果你会操作的话 当然不是投资建议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分享给大家 所以因为每个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我现在可不可以买 4万的可不可以买 5万可不可以买 1万可不可以买 其实6000的时候就有人在问我 3000就有人在问我 我现在好高 可不可以买 就我们事实证明了 比特币只会往上走 长线只会往上走 所以你问我可不可以买 就有好多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经济情况不一样 你买比特币 你是想要赚钱 还是要怎么样操作 你的时间周期多长都不一样 然后你对风险控制 有没有什么经验 还是你会上头 然后就破家荡产 然后就会失控 这每个都不一样 所以我强烈对待 推荐大家去看我 那个风险控制的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去看一下可能会帮助你 知道什么时候入场 我觉得什么时候入场 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是你多少资金入场 你要怎么去控制这个风险 你多少资金入场 你怎么入场 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那这些你搞清楚了 然后比特币对你是什么 像我刚才说 可能是一个投资 可能是个潮底 赚一波钱 也有可能是慈善机构 也有可能是 你两个都想要做到 然后你就可以分两笔资金 你把你的资金分成两笔 一笔去做慈善的思路 去这样做 定期定投 同时也会帮到你 然后另外一笔想办法去 去看你要怎么策略 怎么策划 就怎么去做 这样子 要去朝底也好 要去杠杆也好 要去买重仓的现货也好 想办法去算一个好的时间 去重仓也好 好 然后我们今天视频 就去讲一些新闻 简单的新闻 Wrapped Bitcoin 像我之前说的 我前前一个新闻视频 我说就我考虑把我Uniswap里面的比特币 我的WBTC持 拿出来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不只是我这样想 大庄 和 很多人都这样想 因为 Mint的Bitcoin 我们这里可以看比例 就是 有多少人把比特币专给他们 然后去生成 ERC20的比 这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有比特币价钱 价值越来越高 就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去乱搞他们的比特币 他们希望有这个硬通货 所以为什么我也想要 我前前两天我就说了 我考虑把我的WBTC拿出来 因为万一这个庄家 这些机构跑路了 那我的比特币就一无所有 就就没了 我里面放了不少比特币 所以我可能会做这件事情 我就把我的WBTC减少仓位做风险控制 或者是把它全部提出来也好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大家放进WBTC的池越来越少了 然后提出来的越来越多 Burn就是我把WBTC兑现 换成实质的比特币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的风险就是什么 如果大家这样子去做的话 然后WBTC这个公司 或这些机构 如果他们拿了你的比特币去做一些杠杆 去做各式各样的产品的话 他们没有足够的比特币去支付大家的话 就跟银行一样 就银行他们叫做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就是你存了100块 他只留5块在银行 他拿95块去操作 想办法去得到投资回报 拿你的钱去操作的意思 这是银行的生意 所以我担心WBTC也这样做 如果这个trend再继续的话 大家继续再提款的话 如果他们确实跟银行一样这样操作的话 他们没办法支付给大家的话 会有一个他们产生一个泡沫 他们没办法支付 然后就归零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应该会这样去做 去做一个de-risk这样子 如果有在参加WBTC的 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问题 控制好自己的风险 不要全部钱在里面 然后最后一无所有了 然后再来就是eToro eToro 他们就是有人说他们开了一个比特币的多单 或者是其他加密货币的多单 然后被强制关掉他们的多单了 这什么意思呢 假设比如说你 今年6000块的时候 你做了一个多单 你开了一个20倍的一个多单好了 然后现在比特币涨到4万了 你基本上只是赚多赚少 因为比特币应该不太可能回到6000块了 然后只是你赚到4万的时候 就你涨上来你赚非常多 他们就强制把你的单关掉了 因为这是一个perpetual contract 就是一个长期的永久持有的一个多单 然后其实一个多单的话 其实永远都会有一个对手 对手会开一个空单 接你这个多单 然后会有一个平衡 你才有办法继续持有这个多单 他们把大家关掉了 然后这也就是 如果做杠杆的一个风险 就是你赚的可能赚到一半 你就突然就没了 你本来预期可以赚很多的 所以这是持有比特币现货另外一个优势 而不是做杠杆的一个优势 然后这个还牵扯到什么问题 牵扯到这eToro可能有一些价钱操控啊 或者是比如说让大家接那么多多单 其实实质上没有那么多空单 让大家去接 他不够这个liquidity 然后他没办法 没有钱了 他没办法支付大家这个多单 所以他强迫大家关掉了 然后现在就支付给大家 就停了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做这种期货的一个风险和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有在用eToro的 我自己个人没有在用 要小心 这个平台这样子做 其实非常不好的 然后我们再讨论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 Michael Saylor Microstrategy Morgan Stanley 一个大的一个对冲基金 他们去买了Microstrategy 10.9%的股份 所以我们之前的视频 我们有提到 我们有预测到 说 也不是预测到 我们八卦到 就是打听到说 有认识机构的这些 对冲基金的这些领导 他们想要入场比特币 比如说BlackRock 他们想要入场比特币 他们有7trillion的资金 这是比特币才不到 比特币市值才不到1trillion 所以他们没办法通过去买现货入场 所以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可能会去高价收购 就是持有比特币的一些公司 像Microstrateg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Morgan Stanley 去买了Microstrategy股份 买了10% 他想把它直接收购了 应该是 然后我不懂 这个传统的股市和市场 只是有人 有人跟我说 就是 在传统的股市里面 如果你 你去购买一个公司的10% 你想要买更多的话 你必须让 公开 让全世界知道 需要发一个报告 让大家知道 是一个公开的信息 所以 他买10% 应该不是 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他应该是想要收购掉Microstrategy 好 然后今天视频就这样子 比较短一点 因为我老婆也想我 我最近做视频 做的也蛮疯的 都没有 跟他花太多时间一起相处 所以 我今天去陪他 今天周日 我就陪他去楼下 晃一晃这样子 只是我今天觉得 我必须要分享这个视频 因为我有一个感动 就是关于这非洲的小孩 或者一些第三国 第三国 的一些小孩 分享给大家 然后 看 就给提供大家一个另外一种 视野 对于比特币 而不是指 只是纯看 那个投资回报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也希望这样子 可以帮助到一些 比较financially illiterate 不知道怎么入场 不知道什么时候买 不知道怎么控制风险的人 可以去通过爱心去可以入场 然后当然 我认为长期会长的 所以 你这样子去入场 也会被奖励到的 如果时间够长的话 就是周期够长的话 然后这样子你也会拿 比特币也会拿的比较稳 价钱在浮动 大浮动的时候 你不会卖掉 因为你觉得 这就是你去帮助这些 非洲的小孩 或者这些 比较落后国家的一些 家庭的 一个慈善 然后感谢大家支持 我前几天做完那个 硬件钱包相关的所有教程 还有那个 怎么使用的 操作的一个视频 然后感谢所有有 通过我下面 视频详情购买 硬件钱包的人 然后很多人评论说 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也很高兴这个视频 帮助到大家了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然后可以免费的支持我频道的方法 就是帮我宣传我的视频 然后帮我点赞 帮我点订阅 然后记得点那个小铃铛 这样我出新视频 才会通知大家 然后在评论里面 也可以互相讨论 你们可以互相聊天 创造一个小社区 这样子对我视频也有帮助 也会达到一个推广的作用 或者分享你的想法 不管什么想法都好 都欢迎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祝大家下个礼拜有美好的一周 然后今天有美好的一个周日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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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